如果没有意外 第45任美国总统川普 任期将直到2020年 谁会接替川普还没个准 但一名自称来自西元4932年的时空旅人 预言第56任美国总统 已经在这个月12号诞生 大个月前美国一个网站 接获这段语音讯息 匿名的时空旅人 不但说出第56任美国总统的名字 还预言他因为证明上帝真的存在 上任两年后遇刺身亡享年65岁 算算时空旅人预言的日子已经到了 真的有叫做杰努斯奥利弗贝克的婴儿出生吗 我们搜索了一千多美国生命纪 和网络搜索网络名的Jenu Oliver Beck 资料库查无此人 但竟然有网友回复 一名婴儿9月12号 在他任职的医院出生 而且父母将他取名为杰努斯贝克 强调不是开玩笑 但没人能证实 这个婴儿会不会就是未来的美国总统 《世界国务3》开始了2020年 这是6000年纪录像的照片 我们把我们的脑子放在机器上 所以我们可以永久活活 过去好几位自身时空旅行者 尽管亲自现身 拿出照片佐证未来的世界 都让人怀疑真实性 如今只凭一段匿名录音 宣称未来美国总统已经诞生 实在令人难以幸福 三里新闻林芳颖报道 中文字幕即使是